从没有过作战经验的150多名士兵对战3000敌军 这样的战斗有胜利的可能吗? 有,不但有,他们还击比300人 包括30多名经验丰富的法军老兵 几方无一人伤亡 这不是神剧,而是真实事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一部高分战军电影 亚多维尔维城战 为您深度还原60年前刚果危机黑幕 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均为真实历史人物 冷战时期 非洲中南部也进入了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 西游殖民者的帝国梦即将就此覆灭 刚果人民亦是如此 他们刚刚摆脱了比利时殖民者的统治 并拥戴卢巴蒙总理 但美国和比利时仍然不死心 因为刚果东南部的加丹加省的丰富资源 是美苏两霸和西游殖民者都垂涎三尺的 比利时人无视联合国的撤军命令 继续支持其走狗 加丹加省军阀冲伯发动叛乱 冲伯仗着有来自于法德比和南非四国的白人鼓傭兵撑腰 在加丹加为非作呆 而卢巴蒙总理又被自己的部下 受到塞耶支持的蒙伯托背叛和篡权 又被冲伯杀害 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已经知道 刚果的紧张局势 爱尔兰外交官奥布莱恩决定 立刻派出更多维和部队去刚果 爱尔兰和瑞典印度三国维和部队 组成联军进入加丹加省的亚多维尔士维和 在即将出发之前 爱尔兰联队的官兵们在酒吧里享受着威士忌和黑皮 并不知道远方的加丹加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在机场告别家人 在帕特上校的率领下登机 冲伯接受西方媒体采访 加星星的表示 欢迎维和部队来加丹加 一定会进兵主之礼 但同时也威胁维和部队不要动了他的利益 纲国的局势惊动美苏 联合国根本无法干涉两霸肆意妄为 眼下纲国这个新的火药桶必须解决 于是是联合国秘书长哈马什尔德命令 奥布莱恩作为特使到加丹加训 冲伯并不放心 维和部队在自己的地盘上 于是他打电话给法国总理戴高乐将军 一番八节跪舔过后 冲伯卖国求荣 提出 矿业公司继续采矿是你好我也好的事 但卢巴蒙的人 肯定会把法国在刚果的资产国有化 如果我完蛋了 你的美国朋友可会对法国有意见 出于对法国利益的考虑 戴高乐答应派出一千个法国外籍军团的老兵 来冲伯那里当雇佣兵 法国外籍军团 也是法军中的精锐部队之一 战斗经验十分丰富 爱尔兰维和部队来到了刚果 这些年轻的战士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非洲大地上壮美的自然风光和珍惜动物 一路上有说有笑 他们到了营地却发现 这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地方 还没有一个学校大 更要命的是 这里四下都是空旷的原野 没有多少掩体 而奥布莱恩来到了加丹加 见到了三国联军的将军们 眼下冲泊越来越过分 现在必须得制止出叛军才行 由于瑞典和爱尔兰军队在近代都没有打过什么仗 因此招安叛军的任务交给了印度军队 早上起来 士兵们纷纷挖起战壕 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但他们注意到了远处 有叛军的士猴在监视他们 但是出于联合国的守则 他们不能主动干掉叛军士兵 只能自卫 帕特来到武器库一看 头盔都是塑料做的 根本防不住子弹 武器很多都是二战时候的老枪老炮 只有少量的FAL自动步枪和机枪 而营地里只有两天的粮食 还都是极其难吃的压缩饼干 于是帕特决定让大家开车到亚多维尔市内 比利时人开的商店里买食品 爱尔兰人本性是酒 帕特问这里的酒吧在哪 可是比利时老板娘对他们充满了敌意 表示这里并不欢迎他们 因为卢蒙巴把矿业国有化 并赶走矿业公司的政策 严重伤害到了比利时人的利益 当地的比利时侨民们非但不支持维和部队 反而支持冲博搞分裂 果然来到酒吧 他们就发现了一群穿着叛军制服的法国 和比利时雇佣兵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他们 雇佣兵的头目叫勒内 本名罗格是个法军老兵 他竟帕特唱一唱法国干预 随后的交谈也是充满了火药味 勒内瞧不起独立以来 就没打过一次仗的爱尔兰人 并且引用了龙梅尔的名言 但是帕特回答 没有几个法国人能喜欢德国人 因为他们只用了两个星期 就让你们投降了 面对这般儒法 勒内仍然保持着高傲说 我们看到你们挖战壕了 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还玩战壕战 而冲博从电视里 看到了自己的部队和印度人交火的事 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到他的身上 谁都不知道他还有什么阴谋 帕特从一户比利时人家里接来电话 给远在都柏林的妻子打电话 他表示 现在在刚果一切都充满了未知数 出门的时候 比利时女主人跟她讲起自己的故事 原来女主人是个单亲妈妈 她丈夫是油矿的白人矿工 长年的采矿让她死于冬气辐射 这个寡妇的悲惨经历 让帕特感受到了 这里冷漠的比利时人中 仅有的一点温暖 回营地以后 帕特立刻命人赶到伊丽莎白维尔去 报告将军 这有一群白人古佣兵 查清他们有多少人并请求支援 而且爱尔兰人的营地 距离印度人和瑞典人的营地太远了 好不容易感到 奥布莱恩却说 帕特反应过度了 那些古佣兵只是矿业公司的保安 他们绝不敢杀联合国的人 但他不知 古佣兵的法则就是 要钱不要命 更糟糕的是又来了 印度部队的指挥官太坑 在解放广播战时 误杀了30多个平民 要知道 印度就这水平 也难怪第二年 被我们的解放军战士 打得怀疑人生 误杀平民的事给了冲伯 足够口实 一硬到底 而奥布莱恩只能尽力隐瞒 叛军们也准备行动了 在爱尔兰士兵们 集体做弥撒的时候 跟他们同样 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 和比利时人杀过来了 乐内率领叛军袭击了营地 还带着重机枪 可是爱尔兰人 只有很少的机枪应付 他们紧急去叫增援 总部却说 他们拿下了伊丽莎白维尔 已经胜利了 帕特大弩说 既然胜利了 为什么孤立在前线的我们 被叛军袭击了呢 小兵瑞迪突然被叛军 狙击手打中 无法撤回掩体中 狙击手继续掩护 他们只得冒死背回瑞迪 他们使用重机枪 与叛军对射 总算逼得叛军 被迫撤退 虽然击毙了不少叛军 可是增援就是不来 更何况 敌人随时还会回来 联系总部 将军除了一句上帝保佑 就是说自己很忙 无法派出援军 帕特来到战场上 就连当地的猎狗 都来试图是叛军的尸体 出于军人的尊严 帕特开枪赶走了猎狗 第二天大家紧急商议 作战部署 子弹不多了 还没有最新式的机枪 他们又不能到战场上搜刮 敌军尸体的武器弹药 毕竟树林的另一头 还会有敌军 太危险 而勒内也召集叛军 军官们开会 他们打算清朝出动 以3000多人的力量 围攻就158个 没打过仗的爱尔兰人 帕特紧急联系将军 可是将军 还是不派人过来 让他们死守 帕特非常生气 大骂奥布莱恩不负责任 飞进口舌后 将军终于同意 派一个重火力赢过去增援 但却需要12个小时后才能到 直理包不住火 维和部队误杀平民的事 被冲伯知道了 冲伯直接发表讲话 指责联合国背信弃义 奥布莱恩决定 联系冲伯 跟他一对一谈判 叛军塞斯来袭 大家赶紧就位准备战斗 他们看到 叛军那里有个穿着白西服的白人 在指挥战斗 正是冲伯的比利时金竹 于是帕特问狙击手 有把握吗 狙击手说 可以 但是需要用到布伦轻击枪 大家赶紧拿来布伦 布伦虽然射程不如狙击步枪 但是因为有两脚架更稳定 配合准型和标识 就能当狙击步枪来用 很多英军老兵 都有过这样狙杀的经验 21世纪之前的世界 最远狙击记录 就是由美国狙击手 卡洛斯海斯卡克 以一把M2HB创下的 果然一枪过去 直接穿心 狙杀目标 一看老板被杀 乐内立刻命令不下 暂时后撤 盘军摇起白旗 施意停火 帕特也一样举起白旗 过去谈判 乐内说 我们的人可是你的20倍 你们打不过我们的 如果你们放下武器 我们保证你们安全 可是帕特说 我们一个人都没死 相反这两次 你们已经死了不少人 最终 两军商议暂时停火 转移尸体和伤员 但帕特表示 自己会坚持到底 绝不投降 果然有诈 盘军在收拾尸体的时候 救护车上又下来一些 穿着伪装服的特战队员 他们发现的时候 为时一晚 盘军在后方用迫击炮 来轰击爱尔兰连队的阵地 最后又发起冲锋 他们决定炸掉敌人的迫击炮 敌人的炮弹 刚好有一发落在帕特身边 幸运的是 这是一枚哑弹 帕特躲过一劫 他们也迅速开炮 一发郑重把心 端掉了敌人的三辆炮车 乐内一看 炮没了 再次狼狈的撤退了 加丹加的事越闹越大 奥布莱恩找到了冲伯 冲伯执意继续分立刚果 并说 如果想让我和联合国停火 那么联合国必须承认 加丹加是独立国家 奥布莱恩说 你这简直在吃人说梦 冲伯提起广播战的误杀事件 表示要让你在亚多维尔的 爱尔兰同胞们 血债血偿 到底还是弹崩了 增援明天才能到 晚上叛军又轰炸了营地 他们打算炸毁武器库 大家紧急把弹药搬出 还没搬完就被炸了 本就紧张的弹药更少了 而美国和苏联也开始 就刚果问题 在联合国大会 刁难哈马舍尔德秘书长 既然阻止刚果危机 没有进展 哈马舍尔德决定 亲自作为中间人 前往刚果 调停冲伯 与刚果政府之间的冲突 连队发现 营地的水井旁 有一条裂狗的尸体 叛军下了毒 现在就连水源也被断了 虽然收到了增援部队的电话 但增援部队被叛军的重极枪截住 无法与他们会合 更糟的是 将军说好了派一个营过来 可却只派过来一个牌 现在 违和部队只有这点人可以用 而被叛军压制的那个牌 必须得撤退 无法再去支援 帕特想不到 将军居然这么坑 他大骂将军 叛军有重极枪 凭什么我们违和部队没有 叛军又对营地发起了进攻 士兵们都没了弹药 又被蚊子干扰 敌军突然撤退 他们感到很奇怪 却想不到 叛军居然还有用教练机改的战斗机 一发炸弹过后 大家都被炸得灰头土脸 有的士兵还被飞扬的尘土活埋 差点没命 帕特看了一下伤员情况 刚出门就被敌军狙击手打伤 哈马什尔德也即将飞到钢国 他怒斥了奥布莱恩的失策 奥布莱恩推卸责任说 是因为印度草率了 自己无法面面俱到 秘书长也知道了 爱尔兰连队被困的是 奥布莱恩决定辞职 就在这时 联合国的专机突然发现一架不明飞机跟踪 另一边维和部队也派出直升机来接走伤兵 但又被那架叛军的飞机追击 爱尔兰连队立刻架起机枪射击 赶走了敌机并接应了直升机 可是维和部队方面仍然不来增援 无论怎么打电话 机械员只会复读 说会转告给奥布莱恩 奥布莱恩此时想牺牲掉爱尔兰连队来弃阻宝军 而且一旦叫空中打击叛军的话 就会挑起大规模战争 就在这时 秘书进来说 哈马舍尔德秘书长殉职了 因为联合国的专机被击落后坠毁了 这成了一桩历史悬案 至今不知道是谁击落了秘书长的专机 冲伯在电视中看着肯尼迪挨到哈马舍尔德的演讲 面无表情的说 咱们走着瞧吧 大家转移了商员 刚起飞时 叛军就用无后作力炮击中了直升机的尾翼 直升机坠毁了 就连两个伤兵都摔了下去 所幸的是 人都没死 他们救出飞行员和其他人 帕特说 现在他们唯一的任务只是活着 因为奥布莱恩从中作梗 故意不理会他们的死活 现在 爱尔兰连队成了一支孤军 而此时 满山遍野都是叛军 分分瞄准了营地 帕特看到满地的弹壳 突然有了主意让大家收集弹壳 用空弹壳里最后一点残留的火药 装进箱子中做成炸弹 堆到教堂和房子处 吸引敌人过来后 躲进战壕里引爆 果然 当敌军冲进营地的时候 他们引爆了炸药 敌军死伤惨重 他们趁其捡起敌人的武器 继续抵抗 但是敌人把亚多维尔包围的水泄不通 凡人的敌机又一次飞来 他们被迫撤退回营房 而很多人都没子弹了 突然 敌军停火 勒内叫帕特过来 勒内再次来投降 虽然爱尔兰连队已经弹尽粮绝 无法抵抗 但是他们不去的精神 让勒内肃然起敬 两个指挥官的手握在了一起 随后帕特回到大家身边说 我们差不多一颗子弹杀了两个敌人 现在我们走投无路了 投降吗 很多人仍然不愿意投降 但是帕特知道 他们再也撑不住下一次战斗了 于是决定向叛军投降 冲伯想杀掉这些爱尔兰士兵 可他倒行逆施的计划 进行了联合国的抗议 终于在一个月后 南鼎压力的冲伯 释放了爱尔兰连队全员 爱尔兰连队回到了 阔别了两个月的祖国 接机的时候将军说 大家都是好样的 但已决定投降的是 让国家名誉扫地 虽然你们是英雄 但并不会被承认 这一切都是奥布莱恩在搞鬼 帕特对将军说 当初你的不作为 配做一个军人吗 说把一拳打倒将军 可是奥布莱恩认为 自己是对的 如果他当初不决定牺牲连队 那么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 死的人会更多 帕特和大家互制军礼 随后与等待多时的妻子团聚 最后 在这场1比20的防御战中 158名没有作战经验的爱尔兰士兵 仅付出了5人受伤 无人阵亡的微小代价 却使得300名敌军伤亡 而这300人里 还有30多名参加过 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军老兵 虽然这些爱尔兰士兵被认为 临阵便捷 他们的壮局被爱尔兰当局隐瞒 世纪的人 称他们为亚多维尔的杰克 奥布莱恩辞去联合国职位后 回国当上了一名高级部长 至于勒内离开刚国 继续在非洲和中东各地当雇佣兵 他也成为法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军人 而冲伯恶有恶报 两年后 加丹加的叛军武装被黑吃黑的蒙伯托击败 冲伯最终克死阿尔及利亚 电影结束 这就是电影亚多维尔之战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